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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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二的话 学分比较重 但是我坦白说啦 其实我整个大学基本上都是在玩活动 然后在打工 其实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课业上 那是到了大三 就开始努力奋发 就觉得好像在这样不行 然后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念书 然后有去实习 对 那大四的话就推增上中症 这样子 可是你念的认知算是 我这样 我也是念认知 所以我讲认知怎么样 应该没有得罪人 就是是比较冷门的嘛 那为什么会想要去念认知啊 这是一个key point 其实我从 就是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去实习嘛 我是去牙东医院实习 在大三以前 我其实一直都是想要走临床 就是身心啊睡眠啊这一块 不可会言是因为我那时候大一班到的是杨建民杨老师 对 那就是被他的这个学者的偏偏风范吸引嘛 然后刚好也对这方面领域有一点兴趣啦 就是对于生理神经这一块有点兴趣 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很坚持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走临床 但是去医院之后就整个幻灭 对 就我发现不是我的菜 对 所以我后来在大三 其实那个暑假 我幻灭之后我也蛮彷徨的 因为我过去三年的规划都是 我要走临床啊 我要去当心理师这样子 可是后来觉得真的不行 那不是我的 我在里面没有没有发光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就去报了补习班 那时候因为我们很流行就是大肆要 念你救所要去去南洋街那边嘛 然后我就去上 但是也有一搭没一搭 然后就真的很幸运 就是那一年中正的推征 因为他们的policy有调整 就是原则上他想收就是 心理系background的人 所以我是因为后来进去我老板跟我讲 我才知道 就是说他说你赚到了 因为我们这一阶就是 只要是心理系的都会进来这样子 所以你赚到了这样 就是你比较厉害 我说哦 这么直接吗 因为我老板才大我12岁 他刚从澳洲回来的时候 所以他跟我们其实关系很好 对对对 那所以去也又是一个不是很确定大家干嘛 进到研究所 对 是这样吗 应该说那时候 因为念临床的关系 其实对neuroscience会有一些接触 那我对大脑的功能本来就也有一点兴趣 就是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当心理师 对那可以从事临床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也有在大四的时候去我们的那个医学院 辅大医学院临床心理系那边 呃做专题跟专题 呃那时候做的是 那个眼动 OK 对不起我现在忘记那老师叫什么名字 可能跟那个 学智老师的太太 卓树林老师 对对对对 学智老师的太太 哈哈哈哈 因为我后来在心服系的工作是 呃是因为学智老师介绍的 对对对 好这是另外一段 对 所以我对neuralscience有兴趣 那那时候会选任职 呃是因为 呃 红兰老师 嗯 增藏老师 他们的那个neuralscience 虽然base在中央 可是他们在中正其实也是有lab的 诶 呃等一下哦 那一个时候就是我 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在阳明 诶都有 就是阳明然后后来才到中央 嗯 就因为我是呃他们是大概98或99 从中正班到阳明 然后那时候我在念大学 哦 然后我缩班的时候他们也还在阳明 是后来呃在阳明可能 没有办法如他们所愿 有一个独立的所 所以后来他们才去中央 哦好 嗯 因为我的学弟是在中央 嗯 呃其实那也不是学弟就是 呃在营队认识的学员 他后来进了心理系 嗯 嗯 对不过他现在也不是走这一块 他是工程师 嗯嗯 那这样我可能是在之前 就是 红兰老师他们还在中正有lab 的时候 嗯 对不过我也不是进他的lab 我去 我去我本来想要念neuralscience 然后想要进他们lab 但是就后来遇到我的知道老师 他其实是做 呃知识分化 嗯 对做category 嗯 那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跟他有缘 嗯 就是比较投缘 所以他的主题我觉得反正 我 我觉得念硕士就是学一个methodology 我做什么主题其实都一样 是在practice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还是进了我老板的研究室 然后去做一个我根本没想过我会做的东西 诶 你老师是谁啊 我现在还在 呃 杨立行 他在政大 嗯嗯嗯嗯嗯 对他中正待了一年之后去成大 嗯 然后又回 呃又去政大 哦 他现在可能在老师英研究吧 嗯嗯嗯嗯 他可能也跟健美一起在一起 对因为我就在想 那个 我对中正的老师应该还算有一点熟 然后什么样都想不出来这个人 他只待 对因为他只待了两年吧 嗯嗯嗯 对对对 所以你是唯少数的硕士生被他指导的哦 在中正 对而且第二年我还要通勤去台大 不对不起去成大 嗯哦 就是每个礼拜要要坐火车去成大 因为他的lab已经到成大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曲折 这你你贝斯在台南还是在嘉义啊 我在嘉义啊 可是那哦 所以你要做实验或什么 收视者都是在中正这样子 哦没有我收收视的时候是在台南收的 因为他在台南有lab 然后我收下的时候 就跟着我的同学 就是我们一起在呃台南收 嗯嗯 然后当然回嘉义的时候也会招啦 嗯嗯 就是都都会陆续收这样子 所以我两边都就是我两边都有收视者 那念完之后看起来就是你就是走一般 念了任之主等会走的第一条路就是 如果你没有继续念博士 你可能就会去当研究助理 因为很像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 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工作是呃也是意外 嗯 这个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学智老师嘛 对 学智老师是呃在师大幸福期 他以前已经融退了 那呃他是我的老板的老师 ok 对 然后那时候会去师大幸福系 是 因为刚好呃 已经谈好了 嗯 对但是我那同学可能就另有高就 哦 就突然有一个空缺这样子 然后我的老板就说 哎 你要找工作吗 我说呃 我还没有想好 我本来想要一个gap year 或是想想自己要干嘛 然后他说哦 现在有工作哦 但是一毕业就要去哦 我说呃 好啊 然后我就去了 嗯 然后当然有些interview嘛 那老师其实很nice 他就呃 也没有对我要求太多 因为我对数学认知是完全没碰过 嗯 对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是呃 做一些实验 然后去国小收受受试 这样子应该ok 对 然后我就好 那就去了 嗯嗯 对 所以我其实就是一直在 我觉得就是 一直有一些机缘 命运的安排 对对对对 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对 包括我现在的工作 其实我为什么可以拿到那个窍门砖 我觉得也是因为在呃 师大做助理的这段时间的一些经历 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进来现在的工作 哦 要不要讲一下是怎么样的经历 让你可以跳到一个 哈哈 对因为一般人会觉得好像当研究助理 就是万年助理 你去收受试 然后你去呃 呃帮老师写计划书等等 好像跟商业界完全没关系 嗯 那我是因为刚好那一年 呃师大要做 呃 心心脑营吗 对不起因为已经二十年前是 嗯 心就是类似像营队或年会 啊应该是年会 对好像是承办单位 然后呃 张老师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议事组 就是要编手册啊 好然后 然后要呃帮忙规划整个行程的 对那所以我就有一些教队的经验 然后也有呃这种专业呃年会的编排的经验 那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都有营队的经验啦 所以呃因为这样子的呃过程 然后我后来进到现在这个公司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协会秘书 嗯 那那时候协会有个目标是想要招学生的营队 因为 哦 因为那个协会是产业分析师的一个协会 然后希望可以想想扎根 嗯 找到一些学生进来 就也是办这种 就像我们心理系会办心理营一样 对 那就会办 产业分析的研锡营 嗯 嗯 那我有这样子的经验 然后也有编手册的经验 就进来这个工作 嗯嗯 对 然后 诶这个不是你现在的单位吗 哦对不是 但是老板是同一个 那时候的老板 就是这个协会的理事长 是我现在这个公司的呃前老板 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嗯嗯嗯 但是我在他首相工作大概十年 哦 对 所以是他把你从协会带到你现在的单位吗 嗯 对 他不是我的直属 嗯 但是我上一阶的主管 刚好就说 诶 我们组织内部有个缺 就跟 呃 那时候我们叫所长 就是跟所长推荐说 诶 那所长那可不可以让如真进来这个缺 嗯 那所长那就welcome 对 所以你在协会里面主要是做一些 听起来啦 偏行政类的事情 对 但是其实因为那个协会钱不多 嗯 大家都知道公协会都这样嘛 就是钱少少的 然后一个秘书要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呢 我有做过 不管营队啊 或者是说开会 嗯 会员大会那种可能两三百人的 对 活动的筹备等等 然后也有跟老师们 嗯 就是要定期的开会讨论一些议题 对 那所有的follow up 都是我这边在更近 所以你们需要去写计划拿公部门的钱吗 不用欸 因为我们是法人啊 然后协会其实是蛮多法人一起参与 对 然后呃这个过程其实各 各家的研究就会进来 你就会看到欸大家原来对产业分析 可能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一些要求 嗯 那我也在那时候慢慢慢慢知道 什么叫做产业分析 嗯 对 所以后来就到了你现在的单位 对 那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 我现在是在那个资测会 我想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资测会是什么 但是呃之前的那个高鸿鞍事件 他可能帮我们打了一下那个不是很好的广告 但不管啦黑红黑红都红嘛 嗯 就是呃我们其实是在做软体 因为contrast to公演员他们比较是在做硬体 嗯 инт 就是紫色又不不近然相同 对那我在的单位叫产产业情报研究所 那我们是在资测会里面负责做自通讯产业的分析 呃这个包括政策的研究 还有产业的研究 市场的研究 其實我們公司都有這Cover 對 所以那你的角色是什麼 我的角色 這就有趣了 就是我現在 我先講我現在的角色 現在的角色其實真的跟心理學還蠻有關的 我現在是HR的組長 OK 對那我在的組是組織發展組 就是整個部門裡面可能有一些要轉型 可能制度上面或者是說 人事人才 或者是硬體的制度環境這些 一些要發展的 那會是由我這個team來做CodingA 或者是做一些規劃 對 那整體來說我的工作一路都是行政幕僚 就是 真的是非常看不到亮點的一個團隊 那天我女兒還問我說 媽媽你的工作 對人有什麼幫助 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幫助 因為他最近在在上東令營 然後他們是在上職業 就會講什麼老師啊 消防員啊等等 那他對我的認識是 我是個上班族 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當上班族 你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幫助 他多大啊 他這樣問 他對我靈魂拷問 我想說 對耶 我做個行政幕僚我可以幹嘛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跟我其實剛有分享的就是求學的路上這樣一路 就好像有一個冥冥之中的力量 一直幫我轉到現在的軌道我覺得都是有它的意義 就是 行政幕僚好像看起來很簡單誰都可以做 可是你要對這種背後工作就服務要有很高的熱忱 你要知道你現在在做的事情也許不會直接被看見 可是你可以幫助你的老闆或幫助你的同仁幫助你的組織可以運作更順暢 然後跟這個社會可以接軌那也可以合規 因為行政幕僚很多時候是在做Bridge的工作 就是我們要幫忙幫同仁去Mapping會內的要求 或者是說業主的要求 對那你知道嗎 就是公部門或是法人單位都很怕犯錯 所以會有很多的限制 那同仁就會不知道為什麼要有那些限制 所以我們就要幫他們找到一個平衡點 對 所以我不知道理解有沒有對 就是說你們要服務政府也要服務廠商 對 對可以這麼說 某種程度上 是是是 知識服務 那你自己在過程中要不要分享 雖然是行政團隊嘛 那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覺得你的投入 就是讓這件事情有一個好的發展 然後你覺得很開心的 這樣講好了就是 我覺得我一路工作十幾年 當然有很多角色是參與 那最近因為就是變成組長的關係嘛 就會帶比較多的專案 最近一個例子應該是說去年 其實前年大概就在Cook這個案子 我們組織在講說要轉型嘛 那就會有工作模式的轉型 所以我們就在導混合辦公 所謂混合辦公當然它有它的一個大環境的 的 的趨勢 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 那國內在兩年前不是強制三級嗎 突然的全部人都不能出門上班 對 嘿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笑稱啦 就是說所有的數位轉型都不如一個COVID-19 所有的技術的發展呢 都不如一個 這麼強而有力的傳染病來的有效 就是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技術行業都 紛紛的投入這個 被迫要圓具 那可是圓具並竟不是一個常態 對 對因為很多事情你要在現場處理 所以後來才會有這個所謂混合辦公 我們叫Hybrid Working 那我們要去導混合辦公 為什麼我會覺得有成就感是 因為第一個它是一個新的議題 那我剛有說我們是在法人單位 那其實法人單位也很保守 我們整個法 就是整個會 現在只有我們部門做常態性的混合辦公 我說的常態性混合辦公就是 它已經是一個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講好 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在工作 所以即便疫情結束後 對我們現在還是混合辦公 所以我現在是在辦公 對 那這個部分 為什麼我說只有我們部門 其實其他單位也有 但是他們可能是譬如說 一季一天一週 就是說它的那個頻率 跟它的範圍其實是有限制 譬如說它可能是組長級以上 或是什麼的 對那當然細節這 因為各部門有自己的考量 那我們的所長是認為說 既然我們是知識工作者 那你只要有一台筆電 然後你可以打字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班 所以他覺得我們未來要往這個所謂的比較高階的顧問啊 或是獨立智庫這個這個願景去走的話 你一定得先解放空間的限制 對那甚至是你可以譬如說在業主內工作 或者是你要在南部工作 或者是你是國外人才 那我們也可以遠距 對 那混合只是留一個彈性 讓同仁如果需要一些行政支援的時候 或是要來開會 因為畢竟遠距久了還是會孤單嘛 就是會有一些團隊凝聚的議題 還是可以歡迎大家回來上班 那我覺得在這個案子上我從無到有 然後從就是整個母機構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態度 那我們一直其實都是走在比較前面的狀況 有很多東西要去調教去測試 那包括所內也會有一些反彈 不能講反彈 就是說大家的觀點不同 然後我們要去協調 然後要去想辦法讓大家都覺得 這件事情是在往一個好的方向去 對 那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協調 包括可能辦公空間要調整 然後一些policy 或者是人員管制的方式跟會內溝通 其實這個都是蠻 怎麼講沒有前居之見 然後也沒有什麼同伴可以參考 對 那甚至是會內可能為了要講說這個工作彈性 會來跟我們部門做一些交流跟取經 對 那甚至執行長有帶其他部門的主管 在去年的時候就來我們部門做參訪 這樣子 對 那所以你們在hybrid working之後的績效是 跟之前是沒有變動還是有比較好 我覺得對於資深同仁 江仁就是他已經是wiltron 所以他很清楚他自己該做什麼 那所以對他們來說其實是更好的 就說他反而可以更專心的在工作啊 或者是說他很清楚怎麼跟組織互動 那但是一般同仁尤其是心境同仁 我覺得 當然他們本來就是可以貢獻的程度就不會比資深同仁好 對這是一定的那再來就是說他們需要比較多指導的這個時期 沒有辦法接受充分的指導 那我想他當然績效可能沒有辦法比同期的以前的 就是在傳統辦公的新人可以來的發展的更快 可是換個角度想就是新世代的這個族群 哦對不起因為對我來說的新世代可能是 可能對因為我已經 我是72年次的 對所以我的新世代可能大概就是現在30 20這個時代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因為我們有做訪談嘛 就是我們導入這個專案之後其實有針對主管啊 針對一般同仁座訪談 那他們普遍是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很喜歡這樣的環境 甚至我們去台大做校招的時候 那邊很多學生會來問是因為 聽說我們有混合辦公 他們很喜歡這樣的方式 覺得很彈性啊 然後很尊重人才的一些規劃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績效可能新人這塊沒有那麼好 可是對於那個認同感我覺得是相對有幫助 可是目前在你們整個大組織裡面 還沒有真的推廣到所有的地方 哦對 如果以比例來說的話 對 如果我們大概有20幾個單位嘛 對 那我好奇就是說 你可能在前期 聽起來會覺得 你在這個單位頭比較是一個對外的一個 幫外面的人做事 不管是政府或廠商 但是你現在很像是 你的角色是在幫這個內部的組織去做事情 我這樣理解是對的嗎 我可能補充一下 就是說剛才講對外的部分是整個組織的定位 就是說我們組織整體來說 我們的客戶是政府客戶跟產業客戶 那裡面的主體會是研究員 因為他們會支援這些他們需要的資訊 那有一些team是比較非研究的 就是像譬如說sales 然後像我們就是support team 那我其實一路走來 有趣的是我第一個工作轉進來的工作 也不是現在這個單位 是我在圖書館 因為資冊會有一個圖書館 然後那個圖書館是在我們產業機報研究所裡面 所以那時候我做的工作 確實不是只針對我們鎖 是針對整個會 那也可以說是有點對外部 因為對我來說對鎖外就是外部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處理 我確實也有跟外部的一些單位合作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是負責資料庫採購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可能 El Sevier的採購 或者是說一些general採購 那只是說我們產業研究的話 比較會是在市場的研究 所以會是像Garner啊IDC啊 然後一些做市場研究的機構 對 那這個過程就會跟一些國外的分析師有聯繫 對 所以那段時間其實還蠻常用到英文的 也不是跟心理學有關 對 對 但是我一路都是 我在公司裡面也都一路有辦活動 那這個當然就跟我在學生的經歷有一些關係 對 那你自己看你未來 你有什麼想法 這個地方可以一直做到退休嗎 對我來說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 我還蠻感謝我現在的主持是因為他很 不管是前所長或者是現在所長 大家都很鼓勵同仁學習跟成長 對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是重要的 是因為 老實說 你在工作的過程 尤其你年歲見長 就會有很多社會的壓力 然後你可能會很害怕說去改變一些事情 可是當組織或你的工作 Push你一定要不斷的挑戰 不斷的去轉換你的 心理學那段經歷是因為 我好像沒有學到什麼 可是在心理學因為給我們很多體驗跟嘗試的空間 那我沒有念書 老實說我沒有花很多時間在念書 可是我去打工 我對了解新的東西去想辦法驗證某一些概念 去找出那個新奇的事情 即便只是一小步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新的機會 他可能會繼續往下 所以 我現在做這個工作 雖然我是行政幕僚 雖然我不用做研究 可是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去理解他們在幹嘛 我會覺得我一直也在前進 我不會這十年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因為我有很多的input 那我要為了要服務他們 就是為了要配合我們那群 非常聰明非常厲害的研究員 我也不能太笨啊 我也不能太不靈活 對因為這個是一起的 就是整個組織的往前 是所有的團隊要能夠同步 都要有能夠願意熱愛挑戰的人 然後大家一起有一個共識 我們下一步是要往哪裡去 那supporting要做什麼 sales要做什麼 那我們的majority 這些研究的產能要往哪裡去 對 所以一定在每個地方都會需要一個 角色 對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串聯 對 這個Tim聽起來很夢幻耶 但是我覺得應該 會不會有人適應不良就自己自我淘汰了這樣子 會啊 因為沒有 我覺得沒有任何工作是適合所有人啦 可是你要找到就是像 像我 我覺得我很幸運是因為 我雖然在行政幕僚的這個team 那大家也都很資深 其實我 老實說我進公司之後 一路走來13年 我的夥伴 離開的不多 但是研究員們 離開的蠻多的 其一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機會 剛有提到他們 呃可以跟政府跟產業接觸 所以 他們其實有些人是被挖角 嗯 就是被什麼台積電啊 鴻海啊挖角 因為去防廠防疫防 大家覺得你不錯耶 那你要不要來我這裡做啊 我就不要買你報告了 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有些人是挖角 那有些人是呃生涯規劃 嗯 他可能就是覺得說 哎我差不多了 就是那我可能想轉去其他的顧問公司 嗯 外商的等等 對 所以其實他們為什麼流動率會那麼高 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機會 嗯 那呃行政庭不是說沒有機會 可是我覺得大家 大家也認為這裡是一個好的地方 嗯 對就是說 相對來說呃 對行政團隊也很尊重 然後呃也願意給我們一些資源 讓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嘗試 嗯 對那當然對我們有要求啦 或者是說難免會覺得啊 你是supporting嗎 你的績效沒有那麼好什麼的 就是好像也會有一點點沒有被人家看到你的努力 嗯 可是我覺得話說回來 所有的工作一定都有委屈的地方 嗯 對即便當呃呃什麼旅遊專家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當背包客 當KOL 他們也承擔很多你看不到的一些痛苦 嗯 而不是你所能及的 對 對 所以呃 心理學的好處是在於說 你可以不斷的自我對話 你在不同的階段 問自己呃 你到底現在想要什麼 你未來想去哪裡 對 其實這個我真的沒有印象我是在哪一個 哪一個科目或是哪一堂課 嗯 或哪一個年級學道 可是因為在心理系這樣的氛圍 呃 大家會有很多的對話 對 然後你會去做一些嘗試 嗯 那我覺得這個會push 念心理學的人 在未來探索質疑的時候 呃 跟商學跟科技背景人不太一樣 嗯 的原因所在 那我們也更擅長去觀察跟察覺動態 嗯 這是我們跟他們很不一樣的地方 對 那那甚至是去年我呃上了一個課 那個課其實是所投資的 而一個23週的課叫解決陌生問題 是台大的老師在開 嗯 醫生明老師在開 他是因為他以前是麥肯熙的顧問 然後就出來教解決問題的methodology 那我覺得我念心理學其實去去做解決問題 也還蠻ok的 原因是他那個process其實就是認知的process啊 對啊而且在研究方法就是在教你怎麼解決問題啊 所以其實我有點熟悉 但是我又有落差 因為我同替的member都是研究員 而且都是組長以上 我們會組長以上 他都已經是可能做產業研究的事情已經 就很久了 五六七八年這樣以上 然後還有很多主任 欸副主任 對 那 我會覺得有落差是因為我畢竟工作不是在做研究 所以他們架輕就熟 那我還是會有一段gap 但其實我也不會沒辦法融入那個情境 所以念心理學或者說念認知 你說未來會不會就很受限我覺得是還好 你可能要知道說你現在拿到的東西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工作是可以 就完全fit那個框框 然後就是要一個認知的背景的人來做很難啦 但是 但是你學的那套東西他不會離開你的 就是你怎麼做研究 然後你怎麼觀察 你去問 why why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下一步 How跟Whats你要做什麼 那因為How跟Whats比較是商館跟技術背景的人會去探究的一題 可是我們有前面那個why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發展 是有什麼原因嗎 那個東西是我們比人家強的 對 所以我還蠻推薦其實念心理學的人可以 如果也剛好是認知背景的話 其實去走類似顧問業這一塊還蠻適合 要不然就是人音啦 因為現在AI起來了嘛 對 要不然就是人音 對 那當然如果對研究本身有興趣也可以去找一些研究工作 我們所謂的研究員 像法人 我剛好提到法人 有蠻多領域的研究 那我們是研究資通訊 那也有研究紡織產業的啊 食品產業的啊 各種什麼食材金屬都有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研究單位 可是他們會不會只希望找 比方說資通訊呢 我就要找一個 資工背景畢業的研究員 如果我是一個心理系畢業 心理所畢業的 我怎麼樣證明說 我的這個可以做得比那個人好 這有問題很好 是因為我不得不承認 極戰力這件事情在每個組織都是重要的 我所謂的極戰力 當然就是你過去有沒有相關的背景 這個背景不管是你的學歷或是你的經歷 我們講極戰力就是說 你來我不用勸你太多 馬上可以上 對 誰不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夢幻人才 可是現實是什麼 no 現實就是所有的極戰力 他都在譬如說更厲害的公司 譬如說他就是在年薪百萬兩百萬的公司 那邊工作了 大家都想要好人才啊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我們所限來的策略就是 well沒關係 因為反正我們就是做研究 我們需要各式各樣領域的人才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心理學也適合來 除了是這個是有研究工作以外 我們其實有在做一些前瞻研究 就是譬如說未來的社會 可能因為小子化老齡化 然後呢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樣的趨勢的變化 那也許他會引領一些技術的發展 或是一些需求 那這個其實我們有現在的同事 就有一些是社會學背景的 然後也有我們也有研究綠能 所以也有能源背景 所以我們其實所內的研究員 也不是都是什麼電機啊或幹嘛 經濟的 然後其實之前 我喵過好像也有心理學的同事 但是因為他離開了 我還來不及相認 然後他就離開了 那因為也不同細說啦 所以聽起來可能心理系的人 當然在貴單位當研究員算是比較少 很unique啊 那但是在行政團的support team 應該比較有機會吧 對但是我們整個team也只有兩個心理系 就我跟另外一個同事 其實是我妹 那我妹也是福大的系友 喔天啊 對但是他念研究所 OK 那我好奇 就是說如果今天就是剛好學弟妹聽了 然後覺得欸 越越欲試 那你們會有一些職缺或者是實習機會 你覺得是適合有一些心理學training的人嗎 其實我覺得就像剛好講 就是很多時候你在學校所學 或是你以為你未來想發展的更衣 真的進到社會其實是截然不同 所以可以先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先稍微鬆綁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我心理學更擅長於什麼事 當然這個是加分 我覺得那是加分 但是就是說你願不願意在一個 可能會需要一直接受新的事情的一個環境 其實不管是不是我們公司 我覺得未來VUCA時代 所有的組織都會需要那種可以很快的應對 就是不確定性 然後這種快速的更迭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才 你要夠彈性 然後進來我們這裡的話 如果你是對研究有興趣 對一些新的趨勢 國外正在發展什麼 然後我們國內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的產業可以幹嘛 政府應該做什麼 對這種建言有興趣的 那我覺得就可以來當我們的研究員 試試看 那不要太care你是 你有沒有技術背景 確實你有會好一點 因為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會比較好進入那個情境 可是你帶著那個壞 為什麼現在這個技術會這樣發展 為什麼國外大廠 會想要導入某一種產品的這個投資 為什麼他要並購某某公司 你帶著很多的壞進來 然後去做那個產業研究 我覺得當研究員也相對適合 那再來就是說 跟心理學有關的工作 最直觀的當然可能就是HR 對 或者是說你說Marketing 就是行銷 那這些當然都會需要一些心理學的背景 可是有的時候是 我自己的工作心念 只是你要找到一個合適你的團隊 或者是一個合適你的單位 你在這個地方你覺得感覺對了 其實你做什麼都沒有關係 像我其實一路 我從剛剛講我是圖書館員 我做資料庫採購 我後來做品質管理 所謂品質管理就是大家 如果要比較知道就是ISO BSIC買這種做集合的 對 我是那種需要去看人家有沒有做對做錯 然後你要做 你要你如果沒做對 就是必須說你的規範上面說 你應該一個月交一次 可是你這個東西你卻兩個月才交一次 為什麼 你要提出改善 我是在做這個東西 而且我到現在也還一直在做 然後我後來就是接了 比較跟HR或者是說人才培育有關的專案 這個也不是非常的心理學 但是會就是你要怎麼辦會議 組織現在有一個什麼發展的任務 所以你要call一個什麼樣的 是要workshop 或是要開會 或是用一個系列課程 你要外聘獎是什麼 反正就是 你說它跟心理學有關嗎 好像完全找不到什麼 你不會在任何一個教科書上寫說 心理學人可以做這個 你也不會找到說HR要做這個 可是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你其實一直是在解決問題 你一直在協助組織去 因為它在發展在前進的過程 它要改變一些事情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混合辦公 它要改變一些事情 然後你怎麼去在一個沒有reference的情況下 改變這個事情 那小事點這樣子pilot 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可能不是很圓滿 但是你就一直擴大一直擴大 對 那到最後你可以變成是人家來取經的對象 這樣子 那我就是想問問 剛剛你講的事情 我想都是一個苦工吧 比方說你要去去集合人家 你就要懂它到底要看哪些東西 那在你任內 上面丟給你什麼挑戰 但是你覺得 Come on 為什麼要讓我做這一個 然後但是你後來還是做了 就是 滿多事情的欸 等一下 因為很多事情 我剛講我在組織發展組嘛 所以呢 老實說 就是老闆第一時間找不到誰負責 都會丟給我們 就是想不到 沒有辦法直接跟錢有關 或直接跟專案執行有關的 他都會丟給我們 所以一路走來 而且你現在是組長嘛 對 你得要去 騰接下來 然後 再發包給下面的人 對 但大多時候也沒辦法發包 因為在問題初期其實是很模糊的 你可能還得先去私下打聽一下 或者是再跟老闆再確認一下 你要的是這個嗎 所以 會有一段時間是 還是得自己做 嗯 然後釐清之後才能夠 他比較成熟一點才能夠分工 這樣子 嗯 為什麼要我做 然後 然後我還是做了 最近一個是做供應商管理 這個名詞可能跟學生有點遠 但是我要講簡單一點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人力短缺嘛 雖然我接了一個政府的計畫 或是一個專案要做 給了我可能好幾百萬 可是我人不夠啊 那我總是有一部分的專業 可能 例有 對 例有未逮的 我委外了 可是我委外的這一塊 我總不是隨便找人 對 對不對 那我們因為是研究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蠻大一部分的委外 是委試調公司 就是譬如說像中華甄信所東方線上 這時候去做消費者調查 或是做企業調查 好 那 可是你都委那些人 中間是不是會有一些 呃 不能講事情 但是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用一個更有效率的方式 因為現在就是 案子自己規劃 你要委給誰就委給誰嘛 可是一年下來可能整個單位會有 幾十個委外案 哈哈哈哈 因為不同的計劃嘛 嗯 大大小小 然後我們能不能用一個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對口 好然後統一窗口去跟對方談 嗯 對然後我們怎麼樣去 呃做 呃內部的一些盤查 比如說大家是不是 呃供應商這邊有 呃定情的泰選啊 好有沒有多培養幾個雞蛋啊 不然你這個雞蛋破了怎麼辦呢 對 對是不是有一些這樣輪選的機制 對是不是聽起來很離奇呢 但是就是我已經做了第二年喔 哈哈哈哈 就是各種你想得到一個公司可能會發生的制度面 人員面 我也 我也處理過 大陸侵權的案子 就是我們的報告 被人家 被大陸的 呃 廠商拿去賣錢 嗯 但是是在沒有 呃跟我們授權的前提 他就直接call了 因為大陸很多人就是 反正貼了他就賣嘛 嗯 嘿 然後就是貼了我們某一個分析師的報告 而且是一模一樣的 喔天啊 好然後我就要 那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怎麼會察覺 因為就被又 因為其實這個圈子很小 就是都不能做壞事 嗯 就有人就來跟我們的分析師說 欸你們報告被貼了 嗯 然後說我們知道了 就說那要處理 嘿 所以我就去處理了 呵呵 就是我就請 所以你要找律師 欸因為我們會有法務 就是我們有一個課法所 對 然後就是跟我們的會務中心做聯繫說 這個要怎麼處理啊 跨劑要怎麼起訴 哈哈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是不是很離奇喔 你看念心理學還要處理制裁喔 哈哈 對 所以真的 什麼都可以做 你只要在一個對的團隊 對然後你相信 呃 你在這裡做的事情是能夠幫助到別人的 嘿 那你就會有很多的機會 那你自己在這個團隊裡面 你還有想要嘗試的挑戰嗎 譬如說植物或什麼的 呃 因為剛才我提到我去年上那個解決陌生問題的課 對 跟一堆研究員一起工作 呃 對啊你會想當研究員嗎 其實也可以啊 嗯 曾經想過 但是後來覺得 就跟他們那六個月之後我就覺得我好累喔 我覺得我已經夠累了 你們更累 嗯嗯 然後就有點打退堂鼓 但是 呃 不是不可能 嗯 對我覺得 嗯 我會想要 發展別的質疑啊 不會是因為我現在的工作無趣了 嗯嗯 我想試試看我有沒有其他的機會 對 那個機會是我 我想看看我的界限在哪裡 對 那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 都在做consulting 因為只要你夠資深 你在這個工作上面 處理的事情夠多了 或是夠五花八門了 嗯 你就有相對多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別人 對 或是你的connection夠多 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做顧問的一個 先決條件 顧問其實你不要覺得好像很難 其實顧問就是 呃 幫別人看到他沒看到的問題 嗯 然後給他一些方法 甚至是你自己有一套方法 你可以告訴他你照這個步驟做 讓他自己去嘗試 我覺得就是在做顧問 嗯 那只是說呃 你有沒有掛那個顧問的抬頭 對 那為什麼我會往這個方向去 一方面是我們組織本身就 有未來是想要往高階顧問去 就剛剛有提到像麥肯熙那種 希望做台灣的麥肯熙 好 但是他就會需要強大的一些 呃 專業的support是沒錯 我覺得 所有的顧問團隊一定都會需要各個角色的人 嗯 嗯 有的顧問案可能是 像我最近有被諮詢是因為 我們接了一個公司他想要做PM人才的培訓 嗯 的顧問案 所以我們的 我們的研究員就來問我 嗯 欸你是不是要培訓要怎麼做啊 嗯 然後因為剛好我解決陌生問題的案子 也是做內部人才培訓如何增加優秀人才這個議題 然後他就問說那你們找了什麼 我就給他一些資料 他說我覺得你比我適合接這個案子 我說欸不用我就在你幕後 他你的智庫就好了 你還是到 因為老實說我們去外面接啊 你還是需要title 嗯 就是還是需要一張漂亮的名片 然後說啊這個是某某經理啊 這是某某總監啊 對 而如果你出來是一個欸 行政team的主張 其實那個是 業務手法啦 嗯 對 但我們是一個團隊嘛 他們接了案有問題當然可以回來諮詢 對 不管你在哪個角色 只要你做得夠認真 你有所謂的專業 就會被人家信賴 嗯 然後你就可以給 給出一些你的 你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嗯 這件事就叫古文 嗯 對 所以有可能會往這個方向去 嗯嗯嗯 那我不知道就是有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齁 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傳統了 對不起 因為我唸書的時候還有聯考 但是你是從一個比較被別人要求你要幹嘛 轉換到你可以決定你要做什麼 嗯 所以其實大學那四年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養分 呃 當然學心理學 然後跟同學互動 打工 然後辦很多營隊 這些事情剛好分享 可是我覺得那個讓我體會到一件事就是說 你已經真的可以開始為你的人生 決定某些事情 嗯 而這個某些事情其實 不見得要跟你選這個科系有關係 嘿 那你要多去留意一些訊號 或者是說 簡單來說 你多對 呃 不同的挑戰或不同的機會說yes 你不要覺得欸我是不行啊 我唸我以前什麼數學很爛啊 我以前怎麼樣 然後就會抗拒某一些機會 嗯 那 你不要覺得你好像做不到 嗯 因為人有無限的可能 嗯 我在大四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推真上嘛 我就去 就是某一個新測公司 當新測員 嗯 對就是幫忙施測 然後對像是國小學生 但是我到那個工作的後期 我是在開發軟體 呵呵呵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新測是不同 就是小間可能只有三間嘛 嗯 可是有不同的壽司要進來 對 然後我們就要弄一個軟體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booking那個會議室 確認什麼時候是被occupied 對 所以 真的不要 覺得 不可能 嗯 你只要遇到對的老班 嗯 然後遇到對的團隊 很多事情就會自己開花 嗯嗯 對 那我的同班同學 現在很多人也都不是在做心理學 嗯 有中醫師 有賣冰淇淋的 嗯 然後有做劇團的 嗯 那當然也有傳統的就是 心理室啊等等 就是也有在軌道上面的人 那 嗯 做人資的也有 然後在社大服務的也有 可是 我覺得大家都很好 大家都在自己想要的 或是說被宇宙推動的一個 一個道路上面往前行 嗯 重點是你可能要問自己說 我今天如果 念了心理學 我既然花這四年在這裡 甚至是後面可能還有兩年三年 念碩士版 我 我既然都要花時間了 然後我都要念這些東西了 可以對我的未來數十年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能夠帶著走的技能 呃 怎麼樣可以影響我自己 對 嗯 然後把我自己發展得更好 嗯 然後 這個東西 在對談中 或是做各式各樣的體驗 上課也是一種體驗 只是我以前 沒有很常在上課 但是 但是我覺得跟老師的對話 嗯 跟不同人的對話 都會有一些啟發 看書也很好 嗯 對看書 因為我 呃 大概二、一、三年之後 又開始持續看書 嗯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 input 嗯 對 那 我因為看書 有一些新的條 就是改變 我覺得也影響我的工作的performance 嗯 然後 那當然那時候是因為我人生非常的低迷啦 就是 你會有一段都是撞搶期 嗯 就是大概會在30上下這樣子 嗯 女生可能會再早一點點 嗯 就是 呃你會想說我是誰我在哪 我為什麼還在這工作 我不是沒有想要離開過我現在的公司 嗯 我曾經 有兩次想要離開 對一次就是我剛剛講13年 我覺得我的人生在一個泥鬧裡面 就是一直困在同一個情境 嗯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呃前所長 退休的時候 嗯 對因為它是影響我很重要的一個前輩 對 然後 但是這兩次我都撐過去了 然後剛好也有新的挑戰 對 所以我覺得 不用太太害怕 我是不是念心理學找不到工作 嗯 對我們心理學其實是有很多的優勢的 嗯 對對人的敏感程度 然後會帶著 問題去看這個世界跟看任務 那我覺得會讓你跟別人有很大的不一樣 可是前提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經擁有這些好的東西在你身上 嗯 然後你能夠怎麼樣跟對的人 呃一起合作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甚至是說如果你有機會變成管理職 呃你是不是能夠呃帶著你的團隊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我覺得都是心理學有它可以應用的地方 嗯 對 好那就非常謝謝Chris 好 然後呃如果你是KKBOX的用戶呢 你接下來會聽到Chris要點給你的一首歌 那請Chris跟我們說一下你要點什麼歌 然後為什麼 好 我要點的是洪亮兄弟的來來去去 它是一首台語歌 那洪亮兄弟大家應該也不知道這個團體 因為這個團體其實應該只有就這首歌 蛤真的嗎 對 它是呃陳子洪老師跟黃山亮老師 他們一起和寫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玩票性質啊 嗯 他們現在已經不用靠出唱片賺錢了 嗯 那我會知道這首歌 而且想推薦給大家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是 我是在呃紅人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台語學秀節目 是一個禮拜天晚上六點半 嗯 到八點的一個台語選秀節目 我會這麼熟 是因為我每個禮拜都要陪我婆婆看 OK好 對好 然後它是台語選 就是歌唱選秀節目 那呃這個黃山亮老師跟陳總老師 都是他們的評審 嗯 然後有一天呢他就上台 就兩個人就上台 就開始唱了這首歌 然後我就很好奇想說天啊 怎麼會他們兩個評審 然後去寫了一首歌還打歌這樣 我就去查了一下 原來他是陳梓宏老師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梓宏老師 是江蕙的製作人嘛 嗯 他也非常有才華 然後他在某年的過年呢 他就看著那個新聞 就是很多人上火車啊 然後旅客很擁擠這樣 他就有一個想法 人生就是像搭火車一樣 來來去去 有人上有人下 但是能到目的地的只有你自己 嗯 所以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我在一個很巧妙的機緣 然後但是宇宙引導我去認識的這首歌 第二個是他是一首台語歌 但是他是藍調 嗯 就是那種用吉他啊 然後口琴啊這樣子 因為營造一個非常輕鬆的氛圍 然後我覺得這個風格是蠻少見的 因為大部分的台語歌都是那種比較苦情的 嗯 然後那種或者是 嗯比較沉重的議題 對 比較 呃 哀傷的 所以這首歌他雖然也蠻哀傷 可是我覺得他用一個不同的風格去詮釋那個 人生當中必然的失去跟必然的遇見 對 所以第三個要推薦的原因是因為就是想分享給呃 呃各位聽眾 我們的人生很長 就是有時候不要糾結於呃 有一個好朋友離開你 不管是離開你的生活 或是離開就是這個世界等等 那一定也會有新的緣分進來 所以呃我們就像搭火車一樣 永遠都會有人上有人下 但是你也可以看看誰還在你的身邊 然後如果你們是要一起去同一個目的地的 那就把持就是把握好這個段關係 那如果說他要在前一站下或後一站下 那也沒有關係 曾經一起搭車就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就送給大家 嗯 好謝謝Chris 謝謝 好謝謝 掰掰 我是黃耀明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